第1171章独残邦的选择 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 郭沐阳脸上露出了慌张之色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但一想到时间过得越快 他们被发现的可能就越大 他就冷静不下来 他们所带的时坑是偏僻 但也不是什么人际罕至之地 总会有人找过来的 他们必须要快才行 你们别都看着我 事情不做都做了 都给我好好想想 郭沐阳看着众人望来的目光 在心里骂了一声废物 但只能尽量平静道 郭兄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凑起来 还有200万玄币 不如我们拿这笔钱去投靠杜前辈 让他保我们一命 张一吉生说道 张一口中的杜前辈就是杜残阳 独残邦与残阳宝算是有一点点的关系 但这点关系并不深 不过看在这么多玄币的份上 也许能行 此话一出 帮里的不少人纷纷附和 郭沐阳看着这些如金弓之鸟般的人 他脸色阴沉道 张兄 不是我舍不得这些身外物 比起我们的性命 这些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你有没有想过 杜残阳是什么人 那就是一匹吃人不徒骨的狼 我们就算把200万玄币送给他 他肯定会乐意收下 但他说不定转身就把我们卖给赵吧 再得50万选币 你觉得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张一脸色殷勤不定 他了解的杜残阳确实有很大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杜残阳可没有多少信誉可讲 要想他不出卖我们 也不是没有办法 郭沐阳想了一下忽而道 什么办法 张一脸上露出喜色问 我们两个立下都市给他当一辈子的狗 郭沐阳脸上露出阴狠之色说 两个愿意给他当一辈子狗的气刚高段舞者 还加上整个独残帮 这怎么都不是50万玄币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谓独是就是鬼是之类有约束力的誓言 一想到要给杜残阳当一辈子的狗 张一就脸色微白 能修炼到气刚高段的舞者或许想进入道径并不容易 但怎么都不算弱者 去哪里都大有可为 让他一生受制于人 张一实在是不甘心 至于逃出百坑之地去其他地方 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走投无路才来到百坑之地 以他们犯下的罪行 在外面想活下去希望渺茫 大卫官家可不会放过他们 在百坑之地上且有一丝喘息之机 要是逃到外面 那就难说了 我有一个办法 郭沐阳开口道 坑内的所有人都看着他 如果不想投靠杜残阳给他当狗 那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进入常人不敢进入的百坑深处 独我们能活下来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回来 郭沐阳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一听说要进入百坑深处 所有人脸上都是露出巨色 那是百坑之地 所有人都不敢轻易踏足的地方 就算有时候需要进去 也是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 要想在百坑深处生活一段时间 郭兄 这是不成的 我们这么多人 在聚坑深处恐怕活不下去 张一脸色有些难看到 不是说寻不到食物 而是人一多 就会引来更多的怪诀 我们可以分开 偶尔才聚在一起 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各自的运气 郭沐阳又是说道 这下轮到那些实力 不如郭沐阳两人的帮众脸色难看起来 郭兄 这办法冒得风险未免太大了 张一显然很不赞同这个办法 张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郭沐阳叹了口气道 其实我们的办法不多 只能再给杜残阳当狗 或进入百坑深处 这两个办法重选择一个了 其实除了杜残阳 还有一个叫鬼云帮的势力是 由原夜静修士为云所创建 但他们与鬼云帮以前有过冲突 所以不能考虑鬼云帮 至于其他道静修士实力不明之余 似乎都不如为云与杜残阳 他们未必愿意得罪那兆罢 他们也就只能选择杜残阳了 进入百坑深处或给杜残阳当狗 张一犹犹豫豫豫 这两个办法都有很大的缺陷 他看向郭沐阳道 郭兄 如果是你会如何选 郭沐阳沉默了一下 脸色微沉道 进入百坑深处的办法是我想出来的 但这方法九死一生 其实我也不会选 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给杜残阳当狗我 郭沐阳停顿了一下 脸上露出狠辣之色说 我也愿意 不得不说 郭沐阳比独残阳的所有人都要果断都要狠 这种狠还体现在对他自己身上 那我与郭兄共进退 张一咬牙很下决心道 郭沐阳与张一都这样说了 那等于整个独残阳都决定投靠杜残阳 你说他们加入了残阳堡 周凡昼眉看着刘掌柜 他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本来以为独残阳已经走投无路 没想到他们居然加入了残阳堡 是的 本来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但他们身边有残阳堡的人 没有人敢拦着他们 他们一路人就进入了残阳堡之内 刘掌柜公申道 之后残阳堡就宣扬说独残阳曾经与他们堡主有救 现在独残阳加入了残阳堡 有人敢寻独残阳的麻烦 那就是找残阳堡的麻烦 周凡微微挑眉 并没有说话 赵前辈 外面还有很多人说能带你去寻独残阳的人 希望你能兑现承诺 刘掌柜又继续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悬赏令说得清清楚楚 是要见人才给钱 问他们能不能把我带进残阳堡去 周凡冷笑一声说 他又不是傻子 这种钱给了那就是白给 那我替前辈撤销悬赏令 刘掌柜又恭恭敬敬把十万悬币银票还给了周凡 十万悬币刘掌柜见了也很眼红 但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要是赶携款逃走 那他背后的靠山肯定不会放过他 周凡嗯了一声 他在思索着如何解决此事 刘掌柜又是小心翼翼道 还有一事那个厨子我们客栈已经找到了 这就给前辈带过来不用了你们客栈自己处理吧 周凡摇头说他相信客栈对那毁客栈名声的厨子恨之入骨 不会轻饶了那厨子他也懒得对付这样的小人物 是刘掌柜脸上露出很辣之色 他当然不会放过那差点毁了客栈的厨子 要是没事等等 周凡突的叫住了刘掌柜 第172章太疯狂了 不知前辈有何事吩咐 被叫住的刘掌柜问 刘掌柜心里怀疑赵前辈改变了主意 要亲自审问或杀死那个厨子 如果是这样 客栈这里当然没有意见 替我宣扬出去 如果残阳堡敢执意护着我要杀的人 明天我会亲自去残阳堡领教度残阳的高招 周凡冷冷说 如果杜残阳想伺一个乌龟那样龟缩在残阳堡 那也没事 从明天开始我就守在残阳堡大门处 出来一个杀一个 刘掌柜目露惊骇 赵前辈这是要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残阳堡 这实在是太狂太傲了 是 我这就替前辈把话传出去 刘掌柜脸色僵硬有些心慌回到 杜残阳是原夜静修士 就算你赵前辈也是原夜静修士 但度残阳可不是独身一人 还有残阳堡 你不去招惹残阳堡 残阳堡可能奈何不了你 但你说要堵住残阳堡建一个杀一个 这样硬碰硬的法子 未免太小看残阳堡了 刘掌柜看来赵前辈这样做未免太疯狂了 但赵前辈要怎样做 也轮不到他来质疑 刘掌柜离开替周凡传话 周凡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之所以采用了这么粗暴激烈的应对措施 是因为他刚刚在思考的瞬间 在想要不要使用这样粗暴激烈应对措施时 他体内的真元云云有所触动 这是突破的前奏 难道我要做事霸道才能突破到原夜境吗 这又是为什么 会不会与我修炼的霸天月圣真觉有关 这种功法修炼出来的真元本来就与霸道著称 但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周凡清吐了口气 想从化原境进入原夜境本来就是玄之又玄的事情 就连周小猫这样的顶尖修事都说不清 但无论如何 他只需要捉住这样的机会 要不是因为真元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他可能会采用更稳妥的法子 如引入暗处不断刺杀残阳宝的人 逼残阳宝妥协 只是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残阳宝而已 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说不定他做完就能突破到原夜境 周凡眼神坚定了下来 当客栈把周凡的话传了出去 整个百坑之地都是沸腾了起来 自从那个叫赵霸的修事来到百坑之地的第一天 所作所为就吸引了百坑之地所有人的目光 现在更是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那个叫赵霸的修事居然敢这样做 独行修事在百坑之地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优点在于他们独身一人 做事就没有太多的束缚 杀人大不了就直接逃顿 但缺点也是因为独身一人 一人难免是单力薄 赵霸这样做最好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一个弄不好还会被残阳宝杀死 百坑之地一个经验丰富的气缸断舞者对熟悉的人说 赵霸此举简直是失去了理智 又有人如此评价道 你错了他不是失去理智 而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疯狂的人 这个可说不准他又不是傻子 说不定他有把握做到呢 哼他能做到什么 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原液进修事创建的大势力 财阳宝本来就有三个气缸断舞者 加上独残帮的两位帮主 现在势头一时无两 都可以称为百坑第一势力了 单凭一人是无法对抗这样的势力 除非那赵霸已经到了金深境 但他要是到了金深境 根本就不用逃到百坑之的来 总说纷纭 大多数人都认为赵霸是无法对抗残阳宝这样的势力 更有不少人认为赵霸不过是虚张声势 吓唬残阳宝的 明天赵霸根本就不会去残阳宝 要不然就算去了 要是杜残阳没有独自应战 赵霸就会立刻逃离 压根就不会死磕残阳宝 至于面子 在百坑之地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这玩意 赵霸会这样做才合乎他们的猜测 但无论怎样说 明天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残阳宝看热闹 残阳宝也收到了周凡放出来的话 残阳宝大厅内 杜残阳坐在主座上 张一郭沐阳还有残阳宝三个气缸段舞者坐在副座上 在听到下属的汇报之后 杜残阳就沉默坐着没有说话 张一五个气缸段舞者更是不敢吭声 尤其是张一与郭沐阳两人 他们不仅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残阳宝 还在杜残阳面前立下了鬼市 永远不会背叛残阳宝 这样才得以受到残阳宝的庇护 这一切都在郭沐阳与张一的预料之中 但此刻难免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在气氛禁忌之中 杜残阳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一边笑一边拍自己的大腿 他似乎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好笑的事情 杜残阳一笑 郭沐阳五个气缸段舞者都是震了一下 也跟着笑了起来 杜残阳笑的眼角都溢出了泪 他用手被擦了一下眼泪 一边笑一边摇头道 不行了 快笑死我了 那兆爸真的是昏了头 我实在是高估了他 底下五人都是连忙用阿谀奉承的话 因合着杜残阳 尤其是张一与郭沐阳更不知廉耻 直言那兆爸肯定是因为面对保主威名 害怕得昏招乱出 跳梁小丑 别理他 他明天真的赶来 我们再好好收拾他 杜残阳又是笑着挥了挥手 杜残阳又让郭沐阳五人去做自己的事 不必为这样的事情而担心 杜残阳为了安抚郭沐阳两人 甚至没有让残阳宝的三个气缸断舞者留下来 而是让他们一起出去 这也是表示他对五人一视同仁 算是一种遇下的做法 等五人退出大厅外 杜残阳脸上笑意消失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那兆爸上次敢挑衅他 说明实力不凡 就算这种人性格在狂傲 但也是一四元夜镜的修饰 这样境界的修饰就算是一个傻子 杜残阳也不敢大意 况且杜残阳心里面认为赵爸这样做另有深意 不管怎样 小心一些总不会有错 杜残阳冷冷一笑想 他选择吞下独残帮的所有东西 是因为两个气缸断舞者带着一群精锐加上两百万玄币 实在容不得他拒绝 这样做会得罪一个圆夜镜修饰 杜残阳当然也明白得很 但那赵爸本来就是与他有些小矛盾 再加上赵爸不过是独行者 得罪就得罪了 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倒要看看你明天会如何做 第1173章行刺 初春的清晨雾气寒重 即使旭日出生 寒冷雾气依然笼罩着整个百坑之地 人类聚集点在天刚刚亮起的时候 已经人生吵杂 以往有不少人忙着下坑或出外想法捞钱过日子 所以早起的人不少 但这天起得早的人更多 因为今天残阳宝那边可能会有非常热闹的事情发生 即使部分人认为赵爸会爽约 但依然不少人凑着去看热闹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 看热闹是人的天性 周凡也早早起来了 他感到有些郁闷 因为他昨夜满怀希望运转 霸天月圣真觉尝试了一下 却是没有进入圆夜镜 看来只能等把残阳宝的事情解决再试试了 希望能进入圆夜镜不要是我的错觉 周凡默默的想 他梳洗完毕之后 就打开门换来店小二 让他端来早饭 与小妹他们吃完丰盛的早饭之后 周凡才拿起福袋 长刀出了客房 早上客栈大堂内已经坐满了位置 看见周凡从楼上下来 都是看了过去 不过又很快已开了视线 前辈 刘掌柜忙走过来道 不知还有什么需要 周凡嘴角扯了扯道 给我找鸭腿 越多越好 做卤水鸭腿 我晚上回来吃 客栈众人 是 刘掌柜也是失神了一下道 不过百坑鸭腿可不好找 到时数量太少 还望前辈不要见怪 没关系 能有多少就找多少 周凡板着脸道 他的语气自然的就似说着极为寻常的事情 刘掌柜忙硬诺了一声 周凡很快就带着小妹离开了客栈 周凡一走 客栈大堂立刻变得喧哗起来 此人形式果然古怪 在这种时候还想着吃卤水鸭腿 可是为什么是鸭腿 从来没有听谁提及他有这个嗜好 这谁管他喜不喜欢吃鸭腿 快跟上呀 重时刻议论纷纷的同时 纷纷站起朝门前涌去 他们更关心的是周凡会不会真的去残阳宝 众人涌出客栈门口 看到周凡施展不快不慢的身法往残阳宝的方向而去 又是一阵喧哗 当然一众人不敢跟得太近 怕惹怒了周凡 只是保证了周凡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周凡的速度不快不慢 但是百坑之地的人类聚集点互相距离都不远 花了约一炷香的时间 他看到了暗黄的堡垒 堡垒修建了高墙 即使这些高墙不是纯正的浮墙 但也在上面鸣刻了符文 这能一定程度上抵御怪爵的侵蚀或外敌的侵蚀 残阳宝作为能屹立在百坑之地的顶尖势力 并不是徒有虚名的 残阳宝的外面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围观者 这当然不是百坑之地的全部人 有不少人都有着自己的事情要做 无法来围观这场罕见的热闹 不过人数还在增加 不断有人在外面涌来 有人挤不到前面 干脆攀爬上树或登上山丘 使用远望器具观望 尤其是在周凡到了之后 现场的所有视线都集中到了周凡身上 窃窃思雨声默意不绝 甚至还有人偷偷起哄 让周凡赶紧开始 周凡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过来围观 看来无聊的人真是多 他在心里感慨着 然后在让开的人潮中横穿而过 周凡在人潮小到走到一半时 一柄匕首骤然朝他次来 这柄匕首选择的时机很刁钻 简直是防不胜防 周凡如一抹残影一般往后一移 左手伸去捉住了一击不忠往后飞速缩回的右臂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之间 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封了一般往后退 硬生生空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 生怕被这场战斗牵扯入其中 而那个手持匕首身材矮小的男子已经被周凡扯了出来 这人完全无法动弹 因为他被捉住右臂的瞬间 就已经被周凡涌过去的真元击溃他体内的真气冻结住了身体 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是矮子安 很快就有武者惊呼认出行刺周凡的人 矮子安是百坑之地专门靠替人杀人为生的刺客 他在百坑之地名气不小 被制住的矮子安脸色苍白 他实力只有武士段 但修炼的武士很独特 能够让他脸去自己的所有气息 发出焦无声息的疑似 这也是他敢在人群中试着行刺一个道径修事的原因 在他的想法中 就算这一次没有起到效果 那躲在人群中的他也绝对能全身而退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次失败就算了 他还被周凡逮住了 就好似周凡事前知道他会刺出这一刀一样 事实上周凡确实知道 这匕首确实悄无声息 快得让旁人都难以看清 但他的意识立刻感知到了 要不是有意识的感知 他根本就不会如此大胆 从人群中分出的道路中走过去 人群静默无声 按理来说 独残帮那群大小头目躲进了残阳堡 独残帮的财物也归残阳堡所有了 行刺周凡也不可能得到悬赏 矮子安这样做是为何 周凡没有问矮子安 为什么要刺杀他 而是压着矮子安前进 他明白矮子安会这样做 肯定是残阳堡准备的手段 残阳堡可不会光明正大 与周凡决斗 这是周凡早已明白的事情 在几乎无声的注视中 周凡押着矮子安走出了围观的人群 往前走了数十步 残阳堡的大门就在他实账之外 能看到残阳堡高墙上人影晃动 开启眼时的周凡看得更清楚 他能清晰看到一群舞者簇拥着杜残阳 即使他从来没有见过杜残阳 但也知道这个是杜残阳 反而是张一郭沐阳周凡真的认不出是哪两个 周凡在看墙上的人 墙上的人也在看周凡 在沉默的对视中 周凡那张猙獰的脸露出了残忍的笑 他轻轻踢去矮子安不得不跪了下来 七黑长刀出鞘在空中划过 矮子安的人头在空中滚动 无头的脖子上飞起的人头都有血水洒落下来 杜残阳 你敢庇护想杀我之人 现在我来了 我看你怎么护他们 大鹤声如雷霆万君散开 第174张残阳期 我看你怎么护他们 爆鹤声在空中扩散 震得众人耳膜声痛 他们都是愣了一下 然后不少人发出鹤彩声 即使他们大多是亡命之徒 做事往往不择手段 但周凡一亿人面对庞大残阳宝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心里同样甚是佩服 围观者的喝彩声 让城墙上的残阳宝众人面色有些难看 赵霸 你休要猖狂 杜残阳的声音在城墙上传开 传进所有人耳中 独残邦已经解散 牧阳他们已经加入了我们残阳宝 那就是我们残阳宝的人 你夺了独残邦的巨坑 又把人逼到这样的地步 你还想怎样 做人没必要赶尽杀绝 做人不要太霸道 杜残阳这番假人假意的话 让围观者都是不屑哄笑出声 在百坑之地有什么仁义可讲 有人低声冷嘲热讽起来 你说我霸道 周凡冷笑道 看来你不了解我 我一向就是如此霸道 今天我就是要霸道给你们看 我怕你霸道不起来 杜残阳念路计笑 本来想念在你修行不义的份上 让你自行退去 但既然你不愿退去 那就死在这里吧 残阳宝的大门缓缓开启 一只身披黑甲的骑兵 从宝内缓缓而出 这只二十人骑兵的坐骑 是如马一般高的五蹄狼头翼兽 这狼头翼兽有深蓝色的茂盛毛发 一双新红的眼睛 是残阳骑 有人轻呼出声 这狼头翼兽是一种名幻狼头马的妖兽 这种妖兽出自百坑之地 很难豢养 狼头马跑起来迅疾如雷 冲撞力犹如金涛拍案 比起普通的战马 都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杜残阳在百坑之地经营多年 才有财力武装出这样一只残阳骑兵 残阳骑兵不仅仅只有狼头马 那些骑兵身上的甲骤与长枪都是特制的器具 传说就算是道进修士 也难以承受残阳骑兵的几轮冲锋 围观人群都在不断后退 害怕被残阳骑兵的冲锋卷入了其中 二十人骑兵骑着体态庞大的狼头马 从宝门缓步而出 给人一种巨大的压迫力 残阳骑兵们开始列阵 举起了长达八尺的红铁长枪 直指苍穹 散发着冰冷的锋芒 围观者秉熙静气看着 在他们看来 现在周凡最好做法就是转身就跑 周凡没有跑 他只是默然看着二十骑 残阳骑跑动了起来 大地随之阵颤着 骑兵冲锋就四一只三菱形的箭矢 以雷霆万军之势朝周凡冲来 速度快得惊人 就算是幻影级的分身也未必能避得开 但周凡的速度更快 他顺移开了 而小妹向另一方向跑去 他狂吠着 残阳骑没有理会小妹 而是整齐转弯朝周凡扑去 他们都是尖位不低的舞者 加上大量训练 与狼头马坐骑可以说是心意相通 要不然凭什么与道径修事相抗衡 但他们再快也不如周凡 周凡的身影挑忽不定 他顺移出现在残阳骑的左侧 一刀劈了出去 但残阳骑立刻有时干长枪横刺而出 全是刺向周凡的身体 周凡收刀顺移后退避开了长枪的横刺 他可以使用无量式不避开 但他不想暴露自己太多的手段 毕竟杜阳还没有出手 这残阳骑果然有些门道 大卫官家都没有训练出这样的骑兵 二十骑又是在场上急转使得地面颤抖着 他们向着周凡冲去 周凡一刀劈下 数十道透明的刀缸向着二十骑飞扑而去 当残阳骑首领冷喝道 二十残阳骑有着黑色的光照弹起 透明刀缸撞在了光照上 但这可是已经进入化圆境的周凡使出的真气刀缸 即使没有用上真元 但这样的威力也很可怕 快刀缸把光照撕裂 但二十残阳骑借此快刀缸停顿的瞬间 手中长枪刺出 利用特制的布凡长枪把快刀缸给彻底绞碎 不过二十残阳骑的速度也不得不缓了下来 周凡冷着脸挥出了第二刀 依然是快刀缸 但这下的快刀缸数量达到了上百之多 快刀缸在周凡擅长的刀缸之中 杀伤力一般 但速度足够快 残阳中骑眼瞳收缩看着铺天盖地的快刀缸 再也做不出任何应对 吃吃吃 快刀缸横贯而出 把狼头马匹得四分五裂 骑兵也无法倖免 他们身上披着黑甲同样难以抵挡快刀缸的攻击 黑甲碎裂 持续飞来的刀缸把他们的身体撕裂 漫天雪与飞舞 围观者都是愣住了 一脸惊惧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好称能对付到净修士的残阳旗就这样全旗覆灭了 墙上的杜残阳面露惊恶 他眼球暴突 他可是在残阳旗上花了无数的心血 平时残阳旗没有对付过到净修士 但他亲自出手试过残阳旗 认为残阳旗就算不敌原夜静 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现在这瞬间的溃败覆灭 实在是把他震慑住了 郭沐阳与张一脸色发白 他们浑身颤抖了起来 想着自己当初怎么就敢招惹这杀星 实在是太蠢了 禁忌之后 就是一阵吵杂的哗然声 他们都是舞者 明白周凡之所以能做到这步 是那一刀劈出的数百刀钢 但发出钢气可是会消耗真气的 就算是踏入道径的修士也不会例外 最多就是比起钢断舞者 能发出的钢气更多更强 但一刀数百刀钢 这么多的刀钢未免太夸张了 这人的真气浑厚如丝 不过他们很快就看到周凡 从伏袋之中取出了一瓶丹药 全部吞了下去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把自己的真气用尽了 要是这样他们还能勉强接受 但就算这样 这么庞大的真气量一定是圆叶靖修士了 周凡其实没有必要服下丹药 他只是做样子而已 要是在人前表现的太独特 这样并不好 这区区一刀的真气 在龙神血的作用下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想用骑兵来对付道尽修士 未免太天真了 周凡不屑讥笑道 没有人敢质疑他的话 因为他的身前不远处还散落着狼头马与人的碎尸 都成了一片雪地 谁能质疑他的话 杜残阳脸上露出了怨毒之色 周凡的话就似狂扇在他脸上的巴掌 让他怒火中烧 他一定要杀了这丝 第175章原页 残阳堡的大门紧闭 墙上一时禁忌无声 杜残阳没有回头 但也知道属下们都在看他 看他会如何做 杜残阳看着正抬头仰望残阳堡的周凡 他恨不得立刻下去杀了周凡 杜残阳 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 那就下来与我一战 周凡狂笑道 派自己的手下送死 自己龟缩着不敢动 你这堡主就是这样当的吗 围观者不知谁先笑了起来 很快就传出一阵阵哄笑声 法不择众 杜残阳誓人夜静修士 但这里有成百上千的舞者 笑笑而已 杜残阳不可能奈何得了这么多人 周凡这样一说 杜残阳暴怒的心反而是冷静了下来 他想起周凡那一刀劈出的数百钢器 眼角急剧跳了跳 就算是他也未必能挡住这么多的钢器 单挑 不存在的 杜残阳冷笑起来 他有着整个残阳宝 他才不会蠢到与周凡单对单 你们五人随我去会一会他 杜残阳转身对着郭怒阳五个气缸断舞者说 郭怒阳五人面面相去 一时不敢接话 蠢货 我会要你们送死吗 杜残阳冷哼一声道 你们只需要在远处给我用钢器攻击他 他速度是快 但我缠住他 他不可能奈何得了你们 郭怒阳五人这才明白过来 如果只是在远处用钢器攻击 那确实不用害怕 要不是因为普通舞者上再多 恐怕也只是送死 杜残阳不会只带郭怒阳五人 赵霸你既然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杜残阳从高墙上跃下 郭怒阳五人也紧跟着他从高墙上跃下 一前一后六人都是脚踩墙壁 很快就滑落下来 杜残阳一落地 他右手拔出了一柄蓝色弯刀 左手握着一块黑镜子 迅疾朝周凡冲去 来得好 周凡面对六人不仅不怕 反而心中豪气顿生 他感觉自己身体真元就似燃烧起来一样 杜残阳口里念念有词 黑镜子先朝周凡照射而去 一道乌黑的光芒朝周凡直射而来 这是道静修士才能使用的器具 周凡不敢冒然接 他向左瞬移 但那道乌黑光芒骤然折射 紧跟着周凡 周凡手中绣刀一批 一道青黑的刀钢向着乌黑光芒劈去 但鬼刀钢从乌黑光芒中横穿而过 乌黑光柱没有受到影响 周凡只能继续瞬移闪避 这时郭牧阳五人也动手了 他们的器刚向着周凡轰去 眼看着就要击中周凡 周凡手中绣刀一批 紫金光芒从刀尖上爆出 形成了紫金状的盾牌 把那五道器刚都挡了下来 乌黑光芒从盾牌中穿了过来 似乎没有什么能安得住他 杜残阳收起镜子 他左手一掐印 地底伸出一条条的黑藤朝周凡卷去 周凡的一时第一时间发现黑藤 他瞬移避开乌黑光芒与黑藤的夹击 周凡瞬移停下的瞬间 杜残阳一声大喝 他手中的弯刀向着周凡急劈而来 蓝战战的弯刀灌注着非同寻常的真缘 地上不断诡异生出的黑藤 空中折射的乌黑光芒 还有锅木洋五人的气缸 这些东西的协助使得周凡在闪避抵挡 一下子被杜残阳逼得节节后退 围观者看着被围攻的周凡 没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对 摆坑之地的人可都是亡命之徒 在他们看来周凡就不应该送上门来 这样做实属不至 周凡不是没有手段应对这些围攻 只是他此刻的状态有些不对 因为他的真缘真的在燃烧 他的大部分心神都放在了燃烧的真缘上 他要突破了 他没想到会在战斗中进入这么紧要的关头 周凡只是放了小部分的心思在战斗中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眼力支撑的状态 他运转着弓法 这使得真缘燃烧的越来越快 燃烧着的真缘在体内化作了雾气状 雾气累积成云 然后下起雨来 每一滴雨都是金色的水滴 每一滴新生的水滴溢出棒驳强大的气息 一直追着周凡打的杜残阳感受最深 他能清晰感应到周凡的身体气息变得越来越强 这使得他的心隐隐发颤 他本来就生性多疑 一下子连连后退 远离了周凡 周凡因为在紧要关头 他的速度不得不缓慢下来 黑藤与乌黑光芒终于能跟上周凡的速度 周凡的双脚骤人生出金色的火焰 将黑藤焚烧殆尽 乌黑光芒射向周凡的心脏 但周凡只是轻轻一伸手 他的手掌燃烧其冷蓝色的火焰 直接轰向乌黑光芒 乌黑光芒寸寸断裂 杜残阳脸色微变 他那镜子发出的乌黑光芒寻常手段根本无法对付 只有修士用真元才能抵御 但真元对修士而言珍贵而稀少 谁舍得在战斗中使用真元来抵御他的近光 但他今天总算见到了 而且周凡的气势还在攀升 走 杜残阳心头不安剧烈跳动 他毫不犹豫第一个王宝内逃去 郭慕阳五人只是望了一眼 同样争先恐后跟着杜残阳 周凡依然站着 他此刻并不能动 他还在将自己体内的真元 尽可能转化为原液 原液进真元化液 这时每一滴原液都会比真元强大数倍甚至十数倍 所有围观者都是愣住了 不敢置信看着这幕 他们看不明白为什么杜残阳明明占了优势 放弃带着五个气缸断离去 而周凡又站着不动 这是分出胜负了吗 那谁输谁赢 在众人惊疑不定时 周凡发出一声长笑 他的身体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强大的气息如有形一般 化作狂风向着四处散开 狂风吹得飞沙走时 吹得围观众人衣衫烈烈 他这事突破了 回到城墙上的杜残阳面色微变道 今生静吗 郭沐阳脸色一片死白失声道 要是真的是今生静 那谁也保不住他们了 杜残阳瞄了一眼郭沐阳 冷哼一声道 说的什么蠢话 你以为今生静有这么好静 他充其量是从原夜初期进入了原夜中期 又或是原夜中期进入了原夜后期 但就算是这样 杜残阳也是脸色凝重 他感到很棘手 因为他们刚才围攻就没有占什么优势 这招霸居然在战斗中再次突破 这该怎么办 第176章鬼修 其实杜残阳猜错了 周凡是化圆境进入了原夜境 他当然无法想象周凡在没突破前仅仅是化圆境修饰 周凡满心欢喜 他体内多了数十滴原夜 他终于踏入了原夜境 即使这种突破有些莫名其妙 就似周小猫说的那样 想从化圆境进入原夜境是很难说得清的 但无论如何 突破就是突破了 周凡发现体内真元转化为原夜变得前所没有的强大 这种强大是一种质的变化 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一般情况下 画圆境修饰很难战胜圆夜境修饰 仅仅是圆夜境初期的他发现自己的实力提升的太大了 大到他一时间难以估量 他能感觉到现在的他就算是遇到张笨笨 赢未必赢得了 但不会似之前那般狼狈 周凡心念转动间 他庞大的气息渐渐收敛 围观者也感觉到周凡那强大气息的收敛 明白周凡的突破已经结束 他们脸上还残留着惊恶之色 在战斗中突破不是没有 但他们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到静修士在战斗中突破 尤其是周凡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就很强 那现在呢 强又如何 我们不用管他 杜残阳冷着脸道 杜残阳算是彻底熄灭了杀死周凡的心思 他怀疑自己要是带着张一五人再次下去 未必就能拦住周凡杀张一这些气刚断舞者 那倒是损失的就是他了 所以不如稳妥一点 靠着残阳宝死守 这兆罢总不能一直守着他残阳宝什么也不做吧 他残阳宝囤积的粮食可是足够保里的人一年使用 就是这样做有些丢人 但脸皮这种东西度残阳从来就不在乎 周凡从升级的喜悦中将心思收了回来 他抬头看向堡垒的高墙 杜残阳你不敢下来了吗 周凡冷冷问 他这声音是通过蒸汽的特殊技巧发出 在周围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围观的人们顿时又发出轰笑声 取笑杜残阳 毕竟杜残阳要是死守不下来 那他们就没有热闹看了 但高墙上的杜残阳只是不屑笑了笑 他大声道 你为什么不上来 有本事你上来呀 残阳宝的人也在替杜残阳嚷嚷起来 让周凡有本事就上来 城墙布置着扶阵 圆月静修是想突破扶阵并不容易 再说残阳宝的人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有人破他们的扶阵 要是周凡敢这样做 那扶剑钢器之类的攻击会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更关键的是还有杜残阳这个圆夜镜修饰在虎视眈眈 周凡现在进入了圆夜镜 他其实有一定把握能从城墙上上去 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我不用上去也能灭了你的残阳宝 周凡淡淡说道 他双手结印针缘突然运转起来 他的后背有着青黑的气息散逸而出 形成了九团青黑的云气 青黑云气又化作九个鬼物 这是他气田内一直养着的气鬼 青黑气鬼有着粗壮的双臂 蟒蛇一样的蛇尾 大脑袋远古的红眼瞳 但他们比起之前足足大了数圈 每一头气鬼都有七尺高 蛇尾之下驾驭着黑色云气 那口咧开 有着两排密集好像巨子一样的历齿 这是通过白鬼驱魂术法换出来的气鬼 他们被灌注了真元 拥有着比以前强大十数倍的实力 阴风阵阵 使得周围都变得阴森森起来 在青黑气鬼凝成的瞬间 围观者脸上浮现了巨异 鬼物 这是鬼物 他居然是鬼羞 杜残阳惊呼出声 鬼羞骨羞之类的羞士罕见 寻常修士最不想遇见这样的修士 因为这类修士手段因很诡异 比起寻常修士还要难对付 去 中凡掐着的双手便换手印 九头青黑气鬼化作 九道青黑的烟雾朝城墙上飞去 阴云压城 快开启浮阵 杜残阳怒吼出声 城墙上青色浮阵开启 但青黑烟雾飞行的速度极快 他们往上直飞无视城墙的浮阵 到了空中堡垒中心破开浮阵 冲了进去 金黑气鬼在城中左冲右突 见人就杀 气鬼的身躯是一团云气 浮路能伤害气鬼 但气鬼的身体会不断生出云气 武者们对他们的伤害还不如云气的生长回复快 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 城内的武者们根本就无力抵抗 财阳宝的伤亡不断增加 该死 杜财阳转身就想去把这九头鬼物杀死 但他眼角聚跳 还是硬生生止住了脚 因为城墙之下有着周凡正冷冷看着他 他要是去对付鬼物 那谁来守住城墙 杜财阳身后的气缸断武者早已派出去了三个 现在只剩下张一 郭沐阳在 只是那三个气缸断武者要对付九个青黑气鬼 鬼物身体虚幻 钢气的效果也就与俘虏类似 这九头鬼物实在太难杀了 这九头鬼物也很狡诈 他们会飞会穿墙 根本就不与气缸断武者纠缠 只是追逐沙堡里那些较弱的武者 残阳宝惨呼声不断响起 被气鬼攻击的武者不是被摇断了身躯 就是被吸走了人魂 再这样下去 残阳宝就完蛋了 杜残阳脸色微变 他骤然单手结印 郭沐阳与张一的脚下突然有着黑色的藤条生长起来 把两人彻底禁锢住 这一下的变化太突然了 郭沐阳与张一没想到杜残阳会对他们出手 其实就算知道了 他们不过气刚断 面对杜残阳还是无可奈何 这些黑藤很诡异 让他们的真气凝固 他们甚至无法开口说话 赵道友 还请住手 听我一言 杜残阳困住郭沐阳与张一之后 高声喊道 现在想我住手 是不是太迟了 周凡冷笑道 围观的人群中都是恶人看着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切变化太快了 谁也没有想到周凡会召唤出九个厉害的鬼物 而这九个厉害的鬼物冲进了宝内把残阳宝杀的一塌糊涂 现在杜残阳开口服软了 但就似周凡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太迟了 你要是不住手 我大不了放弃残阳宝 你今天毁了我残阳宝 我们就不死不休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杜残阳立声喝道 第1177张人头奉上 周凡眉毛微挑 他手印一变 在堡垒中厮杀的九头气鬼得了命令 向着上方升腾而起 在堡垒上空化作青黑云气盘旋着 得了喘息之际的堡垒一众舞者 都是骇人看着天上的青黑云气 见周凡果然挺手 杜残阳也是松了口气 他口中即使说要放弃 但残阳宝可是他的心血 哪里说是放弃就放弃的 要不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 杜残阳可不会放弃残阳宝 他认为周凡被他震慑住了 但也没有敢再说什么嚣张话 怕周凡不管不顾要和他来个鱼死网破 他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道 赵道友 我也是被郭沐阳张一他们这等小人 语言蒙骗了 才与赵道友为敌 其实我残阳宝与赵道友可没有什么仇怨 你说对吗 郭沐阳张一的脸色涨红 两眼暴瞪 但被制住的他们愣是一个字也无法说出来 围观的人群中又是发出一阵哄笑声 听着杜残阳作为原夜静修士俯卵说出这样丢脸的话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 周凡没有说话 他只是冷脸听着 如果赵道友愿意就此离去 我残阳宝愿意把郭沐阳张一这些挑衅残阳宝与赵道友关系的独残邦一众人的人头奉上 赵道友认为如何 杜残阳又是接着说道 好 周凡沉吟了一下道 他手中印诀一遍 堡垒上的九团青黑云气迅速向他飞来 全部从他后背收了进去 做完这些 周凡在微微喘气 杜残阳修炼过眼时 他将这幕看在眼内 他想着驱鬼竖法很厉害 但看来对真人的消耗也不小 要不要再赌一赌 但杜残阳很快就吸了这点小心思 因为他看见周凡取出了一枚丹药服了下去 杜残阳转身让堡垒的人 把独残阳的人都捉起来 郭沐阳与张一早已被捉住 独残阳那些人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连正经一点的抵抗都做不到 独残阳的所有人很快都被捉上了城墙 斩了 杜残阳冷声道 他心里面也是憋着一股火 他要是不贪独残阳这点人 与200万玄壁就好了 现在残阳堡损失了苦练的残阳 其余堡内死了不少人 这压根不是200万玄壁能弥补的 很快独残帮郭沐阳 张一以及其他独残帮帮众都被压着跪下 头颅被斩下来 从城墙上滚落下来 围观者沉默看着 以后百坑之地再也没有独残帮了 但残阳堡这样做他们并不觉得奇怪 在这种时候 当然是要先保全自己了 人头滚落 有些血还溅在墙上 把黄砖染红 然后才摔在地上 做完了这些 杜残阳沉默看着周凡 因为周凡有可能出尔反尔 要是周凡出尔反尔 那杜残阳只能带着一些亲信逃离残阳堡了 出尔反尔翻脸无情在百坑之地是常有的事情 周凡没有再说话 他只是转身离去 在一旁观战的小妹跟了上来 见周凡离去 杜残阳才长输了口气 他今天输得太惨了 但只要保住残阳堡 一切还是值得的 他不认为周凡会走是因为仁慈 而是周凡被他用不死不休的话吓住了 见没有热闹可看 围观者都是很快做鸟受散 要是继续留下来 谁知道今天输得一塌糊涂的杜残阳 会不会拿他们出气 杜残阳转身回头看了一眼残阳堡 房屋倒塌 堡内更是躺着死人 受伤哀嚎的人 他的脸皮剧烈抖了抖 他觉得喉咙里噎着一口血 但他还是硬生生吞了下去 周凡带着小妹 周默默往他占据的巨坑方向而去 他心里面思索着刚才一战发生的所有事情 首先此战最大的收获是他进入了原夜境 其次是解决了独残帮这个麻烦 经过这一战 百坑之地奇要他不去招惹其他势力 其他势力也不敢来招惹他 最后是对残阳堡的处理 周凡微微挑眉 就算他不进入原夜境 也有一定把握杀了杜残阳 把残阳堡毁掉 更别说他已经进入了原夜境 但他没有这样做 看起来似乎是受到了杜残阳那不死不休的威胁 只是杀了独残帮 与残阳堡形成了表面的和解 实际上周凡没有杀杜残阳 放过了残阳堡 考虑的事情更多 他甚至使用了百鬼驱魂术法后 故意伪装自己珍圆 耗得七七八八要吞服丹药的样子 都是为了在这么多双眼睛底下示弱 把自己伪装成为只是一个 比寻常原夜境修饰手段 多一点的原夜境修饰 毕竟百鬼驱魂术法看起来不错 但对付到静修饰还是不够的 周凡之所以苦心这样隐藏自己的实力 是为了不让百坑之地的大实力们过于忌惮他 要是他真的展现出能杀了杜残阳 并毁掉残阳堡的实力 那百坑之地的大实力与道静修氏都会畏惧他 从而不敢与他有任何的接触 到时他在百坑之地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他想找出那个疯鬼将就难了 甚至那疯鬼也可能会因为心里面忌惮 不敢怀疑他是一鸾丝的人 而选择离开百坑之地 这对周凡很不利 现在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就很合适 那些人就算害怕他 但也没有到害怕到不敢接近的程度 等机会合适 就与那些势力接触 与百坑之地的道静修氏打交道 这些人都是百坑之地真正的地头蛇 肯定会有些人知道风鬼将的事情 不过不能直接问 要想法旁敲色机才行 中凡看着遥遥在望的巨坑默默地想 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着急 一来他也知道短时间内 不会有失利或道静修氏感与他接触 还会对他进行一段短暂的观察 二来他还有事情要做 那就是圆经 他已经进入圆夜境 需要大量的圆经来辅助自己的修炼 时间流逝得飞快 眨眼间就过了半月 这半月内 周凡低调了很多 他早出晚归 都是在巨坑里盲目着彩蛙材料 彩蛙的普通材料都卖给了三木商队 而在有充足圆经的支持下 他的修炼突飞猛进 体内的圆夜每天都在增长 并且积累的圆经越来越多 半月下来彩蛙的圆经 已经能勉强支撑他整个圆夜境的修炼 这一切都多亏了你的帮忙 周凡一脸欢喜对小犬道 主人 那给我多加几只鸭腿 不行 第178章千鸡 在采挖材料时 周默默偶尔也会出去猎食 周凡不放心他 每次都跟着他去 但奇特的是周默默猎食的 并不是第一次猎食的蓝烟智 而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怪诀 这些有怨疾有利疾有煞疾 都是怪诀被杀死之后遗留的材料 周凡也看不明白 默默为什么每次猎食的怪诀都不同 他的食谱似乎很广泛 他有次出手猎杀了一头怪诀 把材料交给默默 但默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进食欲望 这说明默默不是什么怪诀材料都会使用 而且默默不是每天都会进食 他是每隔数天就进食一次 食完之后 就不会对那些怪诀再感兴趣 周凡为此请教过周小猫 但周小猫也不清楚龙神异族的秘密 他的建议是任由默默自由进食 毕竟龙天生就有寻找合适食物的本能天赋 神龙自然也不例外 默默会吞食这些材料 肯定是这些材料对他的成长有好处 看来就算以后我回鱼鸾丝了 每隔段时间也要带默默外出 帮他在荒野外寻到他需要的食物才行 周凡默默的思索着这些事 只要对默默成长有好处的事 他都会努力去做 周凡看着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他就让小犬把小小犬都换了回来 他把材料都收进了储物之书内 明天再把那些亮大不太珍贵的材料 都卖给三木商队 三木商队的信誉不错 他与三木商队交易了这么久 都没有出过任何的麻烦 而且每次交易都是穆三英亲自出面 他与三木商队算是熟悉了起来 当然熟悉归熟悉 该有的低房周凡一点都不会少 他为了避免三木商队猜出他的来历 每次卖给三木商队都是一些普通常见其他巨坑也有产出的材料 这样三木商队要是想通过材料来判断这些材料来自哪个坑位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周凡把储物之书放好 他转身向着坑上走去 忽而微微皱眉 怎么了 小犬问 上面有人 周凡开口说道 这地方还有人敢埋伏主人你 小犬有些压抑道 不是 周凡摇了摇头 他让小犬回到了他的身体内 又看了一眼小妹与神隐的周默默 才小心翼翼往上方奔去 即使已经成了圆夜镜修事 但该有的谨慎周凡并不会就此丢掉 这世上有能力杀死他的人或怪觉还有很多很多 要是骄傲自满 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 周凡很快就从坑上上来 他看到的是三个舞者 那三人一直站着不动 见周凡上来了 都是拱手行李道 见过赵前辈 你们是谁 知道这巨坑是我的 还敢过来 想找死吗 周凡心中亚裔冷着脸问 就我们所知 赵前辈说不允许别人踏入巨坑 可没说不准出现在巨坑附近 三人中间的那个男子盲解释道 我们是鬼云帮人 帮主让我们前来见赵前辈 鬼云帮 周凡脸色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他来百坑之地已经有不短的一段时间 当然知道鬼云帮 那是百坑之地一个叫魏云的原叶靖修士所创建 百坑之地其有魏云与杜残阳两位原叶靖修士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但实际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帮主说很仰慕赵前辈的风采 很想见赵前辈一面 但一直不敢打扰赵前辈 此次帮主让我们过来 是想询问赵前辈是否要参加三天之后探索千基巨坑的行动 那人说明了来意 什么千基巨坑 周凡微微皱眉 他从来没有听过千基巨坑的存在 那是一个位于百坑深处的巨坑 但更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三人中间的那个男子取出了一封信道 我们帮主知道赵前辈肯定对此不是很了解 所以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赵前辈 睡赵前辈浏览此信之后 就应该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把信扔过来 周凡描了一眼那封信想了想到 那男子就把信扔给周凡 周凡的手蒸气密布才接过了信 他认真看了一眼信 信封上的封口没有明刻任何的符文 看起来很普通的信 周凡的意识一直开启着 他没有感应到信有任何危险 当然危险或许是要撕开信才得以知道 他把信放开 身时所画出手蔓延而出 捉住了信把信带离他四步左右的距离 那三个鬼云帮男子都不知周凡如何做到的 但道进修士的手段本来就已经超越了凡人的常识 他们并不是太意外 更让他们觉得惊奇的是周凡的小心谨慎 在进入道进之后 周凡的身时也得到了加强 身时所画的触手把封口撕开 从中取出了信纸 一时依然没有感应到危险 周凡这才放心让触手缩回 他看着信纸上内容 当他看完之后 沉吟了起来 信上解释得很清楚 百坑之地自有人居住之后 即使大多是亡命之徒 但亡命之徒组建的大势力 一直保持着往百坑深处探索的传统 要不然百坑之地的人类就不会有这么多 适合采蛙危险程度还可以接受的巨坑了 这都是百坑之地有人命探索出来的 在远离人类聚居地的地方 荒野巨坑十分危险 有些甚至一下坑 就会让人似受了诅咒般 化作了血水 那些巨坑根本就没有人敢下去 即使现有的巨坑数量百坑之地人也才挖不完 但百坑之地的势力还是继续保持往百坑深处探索习惯 原因在于每一个巨坑出产的上好材料都不同 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遍地顶尖材料的巨坑 这是百坑之地的势力坚持探索百坑深处的原因 而在探索的过程中 总会发现一些古古怪怪的巨坑 这些巨坑有着说不清的危险存在 就算是道进修士也不敢轻易涉足 其中就已被命名为千基的巨坑最为离奇 千基巨坑的存在百坑之地其有少数人知道 魏云在信上说他当年在千基巨坑获得了一个机缘 这个机缘使得他在一天之内从化缘境初期进入了化缘境后期 后来甚至他能踏入原液境也与那次机缘有很大的关系 第179章不定期探索 千基巨坑的一个机缘就使得一个修士一日之内从化缘初期进入化缘后期 并且还与他能突破进入原液境有关系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 周凡起初看到这里时心里面不可避免产生了怀疑 怀疑魏云在说谎 因为要是千基巨坑真的存在这样的机缘 不敢说让所有道进修士眼红 但起码化缘境 原液境修士都会为之而感到心动 百坑之地的道进修士不过是一盘散沙 在不止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 关于千基巨坑的事情很难保密不外传出去 到时肯定会有不少修士来百坑之地寻找机缘 但周凡读到信后面才隐隐觉得这未必是假的 记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千基巨坑是20年前一次探索中发现 但它并不是经常在 它会消失 它消失的时候 那里会被绿物笼罩着 那些绿物没有任何的害处 人可以从绿物中穿过 但再也见不到千基巨坑 当绿物渐渐稀薄直至消失时 代表着千基巨坑会出现 每次千基巨坑出现都可以持续三天的时间 三天时间一过就会准时消失 但千基巨坑出现的时间却是说不准 20年的时间它出现过5次 最长一次间隔7年时间 最短的一次间隔不过1年 中凡微微挑眉 它很快明白过来正因为是这种不定性 使得外界的修饰就算听说了千基巨坑的存在也不会过来这里死守着 毕竟百坑之地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想从化缘初期进入化缘后期 慢慢来就可以 至于所谓的突破源夜境有关联 这只是未云的猜测之言 而且千基巨坑也不是没有危险 相反里面存在种种诡异莫测的危险 百坑之地就曾有道径修饰在里面死去 能让百坑之地道进修饰冒险探索的千基巨坑 也是因为千基巨坑存在着足够诱人的机缘 甚至有修饰宣扬他在里面见过让原夜境修饰进入今生境的机缘 不过魏云的信说他也不知道那修饰说的是否真实 能让原夜境进入今生境的机缘 听起来确实很有吸引力 但要是仅仅如此 周凡或许会拒绝加入三天之后的探索行动 因为他对千基巨坑的了解仅仅是来自魏云的片面之词 实际上他对千基巨坑一无所知 这样贸然加入去存在很多不可知的风险性 但魏云在信上说百坑之地 进入道径的修饰应该都会过来加入这次探索之中 所以他才会写信过来邀请周凡参加 因为周凡已经是百坑之地的一员 当然这种探索完全是自愿的 风险也是自己承受 要是不愿意去也没有所谓 百坑之地的道径修士都会来参加 那风鬼将会不会参加呢 这是周凡犹豫的地方 不过他很快下了决心 看着鬼云帮的三人审声道 告诉魏帮主赵某会准时赴约 那三人离开之后 周凡也开始朝客栈的方向而去 他的想法很简单 如此机会风鬼将出现的机会很大 那就值得冒一下险 毕竟宜兰斯那边只不过给他两月的时间 要是时间到了 都无法找出风鬼将 那就要与宜兰斯联系 商讨是放弃还是继续 焦雷宜兰斯不可能认由他一直留在百坑之地 周凡心理想着这些事情 他很快就回到了客栈 让人把韭菜送到他房间内 他与小犬他们吃完晚饭 又在小二过来收拾碗筷的时候 让小二把刘掌柜换来 他有事要问 刘掌柜很快就过来了 他问道 不知前辈找我何事 你听说过千基俱坑吗 周凡看着刘掌柜问 魏云说只有少数人知道千基俱坑的存在 但并没有说需要保密 就算魏云提到要保密 周凡也不会照做 他会四处想法打探清楚拒坑的事情 因为这有一定概率会是一个陷阱 毕竟他即使已经尽量克制 没有杀死杜残阳毁掉残阳宝 但谁知道那些道禁修士 会不会对他有想法 又或者杜残阳想法说服了百坑之地的 所有道禁修士联合来想坑杀他 这种事虽然可能性小 但也不得不防 千基俱坑 刘掌柜微微一正 他努力享了一会 摇头谨慎道 前辈 我没有印象 要不我去替前辈查一下资料 待会再答复前辈 你如果查不到 你去问问你背后的人 就说是我问的 要什么报仇都可以商量 但如果骗我不敢 我们哪里敢骗前辈 刘掌柜忙摇头道 刘掌柜知道这千基俱坑肯定很重要 要不然照前辈不会这样说 这使得他越发谨慎起来 刘掌柜离去约半住香时间才又来到周凡的房间内 他道前辈 我查不到任何千基俱坑的资料 但我联系了我东家 东家说如果前辈想知道千基俱坑的事情 他想与前辈见一面详谈 与我见面详谈 周凡微微挑眉道 可以 不过他什么时候能见我 东家说最好是明天 他说相信前辈不会推迟到三天之后 刘掌柜小心翼翼说 他也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但周凡明白 三天之后他都出发参加千基俱坑的探索了 怎么可能还有时间见刘掌柜的东家 看来刘掌柜的这位东家 却是知道千基俱坑的事情 让他明天中午来客栈见我 周凡想了一下道 刘掌柜因了一声事 见周凡没有任何吩咐 就退了出去 周凡则是继续思索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周凡就离开了客栈 确认没有人跟踪他之后 他使用顺移身法 顺移到三木商队营地附近 又进行了一番伪装 让小妹他们留在这里 他这才走了出去 顺利走到商队营地大门 穆三英很快就走了出来见周凡 庄方已经交易过数次 流程依然是之前那样 周凡把材料单交给穆三英 穆三英估价 周凡同意 就去小树林从储物之书 把材料都取了出来 然后穆三英带着商队的人过来检查材料 通常这种时候 周凡收了银票就会离开 但他今天没有走 而是对穆三英道 我有些事想问一下你 穆三英带来的人立刻警惕了起来 第1180章收集消息 这与之前不太一样 周凡这话自然会引起伤对五人的警惕 不知蒙虎兄有什么事 穆三英神色如常问 最好只有我与你知道 周凡缓缓道 穆三英微微点头 他不可能与周凡走到远离自己人 他从伏袋之中取出了一道符露 扔在地上 符露散发出淡蓝的光照 将他们两人都笼罩了起来 这不过是一道简单的隔音符露 但能隔绝外界的声音 蒙虎兄 这样可以吗 穆三英笑着问 周凡微微点头道 你可听过千基俱坑 穆三英脸色微明 即使是很细微的表情变化 但周凡一直注视着他 将这一幕收入眼底之中 他听过千基俱坑 不知蒙虎兄问这个是为了什么 穆三英脸色恢复了平静问 这个你不用知道 周凡倾笑一声 不知你对他了解多少 你要告诉我你的目的 我才能告诉你千基俱坑的事情 穆三英缓缓道 我只是偶然听过这事 并知道了那个巨坑很不简单 有利可图 周凡沉生说 所以自然对他有些想法 原来是这样 穆三英脸色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百坑之地能够隔织到千基俱坑的大多是道进修士 蒙虎兄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 这个无可奉告 周凡摇头道 三目商队只是一个外来的商队 不也同样知道千基俱坑的事情吗 我会知道 是因为我们商队于百坑之地的一个前辈有些联系 从他口中得知了此事 穆三英解释道 蒙虎兄如果只是道听途说 我劝蒙虎兄还是打消从千基俱坑获利的想法 穆姑娘可以详细说说吗 周凡问 其实我对千基俱坑的了解也不算多 那里确实存在很多的好东西 只不过与之相对的是那里很危险 要不是道进修士带着 寻常舞者下坑根本就是寻死 穆三英简单地说 道进修士带着 周凡有些讶异道 你的意思是道进修士可以带人进去 蒙虎兄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穆三英微微一正 千基俱坑开启 百坑之地的道进修士组成探索队 但也允许带一个人进入其内 至于带谁谁也管不着 道进修士为什么要带人进去 周凡不解问 千基俱坑这么危险 带去的人恐怕能帮忙的时候很少 说不定还会添乱 这个原因就多了 有的是受人所托 有的是想带人进去帮忙 更有各种目的不明的原因 当然也有独自一人进去的 穆三英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不怕告诉蒙虎兄 我也会跟着一个前辈下坑 我下坑是为了看能不能寻到一些好东西 如果蒙虎兄想下坑 最好就想法让道进修士带你去 周凡沉默了一下道 谢谢穆姑娘告诉我这么多事情 如果蒙虎兄到时想到办法下坑 又信得过我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 那在坑内我们可以彼此照应一下 穆三英笑道 好 周凡微微点头 话说到这里 两人也说的差不多了 周凡很快就转身离去 树林内清点材料的五人只是默默清点材料 穆三英是他们的管事 他们当然没有资格问他与周凡聊了些什么 穆三英眉头紧锁 面露疑惑之色 他心里面觉得很奇怪 原先他以为这戴蒙虎面具的男子 来自百坑之地大势力 肯定是有道进修士当靠山的 但刚才说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千基巨坑一无所知 他的身份也因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他不可能在了解千基巨坑的时候还问我 他肯定是不了解千基巨坑才会如此问 难道他说的那些话在故意误导我吗 不过这样误导有什么意义 想掩饰身份吗 穆三英想了一会 还是没有妄下结论 他很快摇了摇头 他不管这个人是谁 反正他没有害他的意思 只要他不来害三木商队 也没必要深究 周凡远离三木商队之后 他卸去伪装 又去带上小妹他们 向着客栈的方向而去 周凡之所以问穆三英 那是因为他对客栈也不相信 毕竟谁知道客栈 会不会被魏云他们提前收买 但三木商队就不同了 他们是来自外界的商队 又加上没有人知道他 与三木商队存在联系 从羽目三英的说话中 周凡有九成把握 千基巨坑并不是魏云他们 杜撰出来的 当然还不能排除魏云他们 利用这个机会消灭他的可能性 该有的防备也不能少 周凡在外面溜达了一会 才再快到中午时回到了客栈 赵前辈 我冬假已经到了 请随我来 刘掌柜见周凡回来 连忙过来轻声说道 周凡微微点头 跟着刘掌柜离开客栈大堂 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小厅 周凡没想到客栈的背后 还存在一个小厅 小厅内是一个身穿锦衣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身材微胖 一脸富泰 就似一个寻常的富家翁 比人唐文康建国赵前辈 那中年男子见了周凡发出爽朗的笑声 笑着拱拱手 客气 周凡平静道 唐文康邀请周凡坐下 他已提前备好茶水 又殷勤给周凡侦查 刘掌柜早已经一声不吭退了出去 两人聊了几句 唐文康一役公为周凡 说周凡能住在他的客栈内 是他与客栈的荣幸 唐文康也刻意提了一下他的来历 说他是来自百坑之地外界 其先是建立商对于百坑之地倒卖材料 但后来获得了一定支持就建立了客栈 但商对也依然在 在百坑之地算是人脉广阔 一些中小势力都不敢招惹唐文康 周凡听了一会 刻意露出了不耐之色 唐文康见此微微一笑 他取出了一本蓝皮小册子 放在桌上笑道 得知赵前辈要迁积去坑的资料 比人就连夜收集 并写在了这里面 赵前辈尽管拿去就好 周凡偏了一眼那不算厚的小册子 他没有拿而试问 你想要什么 无论唐文康是不是商人 他都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他可以安排了这场见面 肯定有其目的 周凡对此心知肚明 usst인지 通新 现本 周凡